家长带着孩子进行游戏 欢乐的气氛让人感受不到医院的氛围 她被慈悸医院早产儿回娘家活动中 设计各种游戏让亲子互动 其中还包含着医护人员对早产儿的关怀 让他们在做这些活动运动当中 一方面可以评估他们的发展 一方面也让他们达到欢乐的效果 他们来参加活动 他们也非常高兴的话 我们是非常乐意的 一岁多的可飞与可勋是双胞胎姐弟 当初提早两个月出生 体重不到2000公克 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多月 经过医疗团队用心的照顾 现在姐弟俩健康长大 24小时的照顾他们 他们才可以越来越长大 然后越来越健康 也希望带着感恩的心 可以知道说有这么多满满的爱 陪着他们长大 五岁的珍珍在爸爸的陪伴下大方表演才艺 珍珍爸爸回向过去一路走来的点滴 对于医护人员的协助与陪伴十分感谢 突然勾起很多回忆 然后又会觉得说 他们这些护理人员跟医生真的很辛苦 医疗团队对早到天使的爱 不会因为他们的成长而间断 希望每年都能看着这些孩子健康回娘家 同时也把这样的快乐与爱散播出去 大爱新闻黄线张震龙 台北新店报道 大爱新店